马上的我们再接下去到 Sumber Sijara 很多同学就会问 请问Sijara的资源呢 我们到底是怎样拿的 各位要知道 Sumber Primer Primer就是第一首消息 Sumber Segunda是第二首消息 什么意思呢 马上的来看一下 第一首消息就是 没有被诠释 没有被开发过的 而且是完全野生的 而且也没有被 别人掺杂过的各种意见的 而Sumber Segunda呢 就是讲被理解过的 被开发过 甚至被偏写过的 我这样子说 可能所有的同学 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模糊 可是没有关系的 马上的来 我们来看一下 Sumber Primer 包括了什么 你看到了吗 这个恐龙的骨头 Fossil Artifat 这个是所谓的 手工艺品 Document Rasmi 一开始的这个Document Document是文件的意思 Diary Diary是日记的意思 Diary Manus Frick 这个是之前人家 写的一些文章 还有这个超经典的 各位同学 这个叫 Pattu Basurat OK 这个东西呢 就是所谓的石碑文 所以你看到吗 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是相当的野生的 第一首消息 第一首资源 很像你去听演唱会一样 如果你听歌手 现场唱的话呢 那个就是第一首的 如果你上网听的呢 那就是第二首的 被翻录的专辑 好 这个同学 接下来呢 我们到Segunda Segunda呢 就是第二首消息了 包括 不顾 书本 书本是被偏写过的 阿巴 Risala Essalopidia 和 Majala 杂志百科全书 还有我们的报章 各位同学 这些东西都是经过 人类的了解之后呢 我们写下来的重点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 有没有可能被翻译错误 当然有啊 因为这是人翻译的嘛 所以这我们叫 第二首消息 好 所以呢 这废话老师就跳过了 好 接下来呢 到很后面的东西了 OK 我们赶快地截下去哦 Kaida Pertulis OK 这里是要讲什么 我们要怎样去了解 怎样去记录 怎样去明白 Segunda 怎样去明白这个历史呢 首先呢 A的方式就是 Kaida Pertulis 用来写的方式来记录 相信呢 大家都知道 通过写日记啊 写文章 写报章呢 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 记录方式 所以呢 老师这里就不多讲咯 他整个的 Definition在这一句话 Malumat Sesuatu Pristiwa Daribada Sumpe Yantitulis Dantipaya OK 所以呢 所有的同学 如果呢 你看到有非常重点的字 你想记录下来 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 Screenshot下来就好了 用你的电话 或者电脑 来Print Screen一下 然后这个Nota 就会非常好 很多同学就问 老师你用的Nota 是什么很简单 这个是Saspati的 一个Nota来的 你可以在各种数据 都买到 来再接下来到 比较Kaida Lisan Kaida Lisan 是通过问的 刚才我这里有讲 这个是Dulis的 写下来的 有看到吗 甲骨文啊 这些壁画 都是写下来的 接下来呢 我要讲Kaida Lisan Kaida Lisan 基本上就是 以采访的方式 去了解的 这里呢 就讲到三种 采访的方式 可是考试 是没有特别问的啦 OK 通常都是第一种 叫准备 事前准备 OK 我们要准备 要问人家什么东西 第二个是 访问的过程 而第三个呢 就是我拿来 收集他访问的东西啦 拿来做分析 这个是Kaida Lisan 再接下来呢 叫Kaida Archeology Archeology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挖掘 像你知道 恐龙的骨头 是靠人类挖出来的吗 你看到吗 这里有非常多的 马来一朋友 在这里挖掘 好 如果呢 你讲Archeology的话呢 我们也包括了 有Archeology 什么叫Bawa Ae 就是在海水里面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海洋里面 有非常多深海的秘密 来有看到这个图画吗 Archeology Bawa Ae 在深海里面拿到的 各位你要知道 在Sajara里面 大家要记重点 不要死背烂背 最重要你要明白 老实在说些什么 1.6 Dasearan Sajara 这个东西呢 就是要跟你讲的 Sajara呢 到底是怎样去制作的 简单来讲 就是Memberi Ula San 就是对过去的问题 过去的历史 过去的事件呢 我们做出一个 所谓的整理出来 基本上这个考试 也很少出的 我也跳过了 你就说老师 你怎样知道 考试出什么 因为我们时常去看 各种题目 所以我们就大概 知道会出什么了 OK 到最后这个1.7 这个时常出的 各位同学 这个很喜欢出 尤其是在K-Bike题里面 他一定会问你 K-Ban-Tingan Membera Jari Sajara 请问学习历史 有什么好处呢 非常地简单 这里全部是答案 来 我们来看 比较容易一点的答案 这里有图片 比较可爱一点 OK 这个叫 Memberi Ula San 我们知道 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OK 虽然大家也没有 很想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再接下来呢 是Memberi Ula San 了解 有这个经验 我们吸取新的经验 让自己呢 更上一层楼 再接下来 Memberi Ula San 更加地爱国 你看到吗 这些小朋友 多么地虚伪啊 大家都很爱国 老师有点太老实了 OK 好 接下来呢 叫 Bangwengan Ngaradambangsa OK 就是建立我们的城市 简单来讲 叫让国家进步 Memberi Ula San 如果你不懂 什么是Petroxiasmus的话 华语叫着 这个爱国精神 或者你可以写 Chinta Akang Ngarad 在最后一个呢 就是Memberi Ula San Memberi Ula San Sajara 更加去了解 整个Sajara的构造 好的 各位记得K-Bite 后面一定有处的 好 所以呢 这是我们的 Firm 1的第一课 谢谢大家的温习 记得手足 Alan老师的频道 接下来 会送上更多的 很棒的资讯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